今天介绍另外一款DA月季 Rododile 希望我没有拼错 这是我去年买的 今年移载到这个角落 在一棵棕榈树的下面 所以它们的花都偏向一边 因为太阳从这边升起 这个花我非常喜欢 颜色非常的美 而且它也是成树的开 现在它的枝条看起来是有点柔软 但尽管这样它还是没有往下垂 我想到明年再养一年 应该可以开出非常好的效果 它的风花线大家可以看到 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香味好像比较淡 但是现在它有美貌 我还是非常的喜欢 边上这一棵是Lady Emma Hamilton 这个颜色也非常美 这两棵搭配在一起也还不错 后面有一棵是Enbridge 这个我明年可能要移走 我觉得它可能对光线 还是要求比较强一些 在这种比较硬的条件下 它开出的花是惨白惨白的 它开出的花是惨白惨白的 那么这是是有变成的 我给它开出的花是不错的 有点的 有点的 有点的